如今众多为人母的女明星在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同时 已经不能满足只有一个孩子 而是继续造人 为求得多子多福 即早前拍到马依丽身穿黑裙 难遮隆起的大肚 运向明显 这也证实了之前传出的怀二胎消息 近日又一位辣妈孙丽也被传出身怀二胎的消息 据悉 当日孙丽和邓超被拍到与导演陈家上吃饭 期间邓超戴着帽子一个人走出了包间 坐在包间门口的位置上抽了根烟 打了个电话 而后返回了包间 随后三人又在包间内聊了许久 忍不住烟瘾的邓超再次走出包间抽烟 而这次陈家上也一同走出来 二人边抽边聊 但孙丽并未走出包间 奇怪的是 邓超和陈家上为何要到包间外抽烟 此前记者也曾目睹邓超在孙丽面前抽烟 而孙丽并无意义 而孙丽小腹微突 行走时不时拉衣遮挡 似乎证实了怀二胎的传闻 有知情人向记者爆料 孙丽怀上二胎已经两个多月了 据知情人透露 由于怀孕 刘孙丽主演的新剧《大摩尔专爱记》 已经延期拍摄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